王媽媽 陶媽媽 張媽媽 走到哪 抬頭一看 店名都有媽媽兩個字 而且都是餐飲業 就是要讓消費者 有回到家的感覺 說異鄉就是外地來工作之類 多少還是會有親切的感覺 叫媽媽會有那種 就是媽媽的味道 半斤半肉來囉 半斤半肉 台灣土產牛 打搶Q彈陽春麵 世界家三十年 老字號麵店 必點招牌 店家取名時 為了增加親切感 店名就叫做張媽媽牛肉麵 但真有其人嗎 哈囉 大家好 我就是張媽媽 第二代接手經營 年輕版的張媽媽 負責在店裡招呼客人 傳承婆婆的好手藝 我先生就姓張 然後就傳承我婆婆的手藝 用一個媽媽的角度 就像做飯菜 給小孩吃的那個角度 希望客人進來 就像回到家裡一樣 通常叫媽媽的餐飲店 會讓你有一個很正面的一種連結 是不是像媽媽做的一樣好吃 對這個餐飲店 就會有一個正面的認知好感 用媽媽當店名 全台數量排名第二 而第一名就是她 來來兩個字 從大家熟知的豆漿店 到餃子館或涼麵店 都能看見 還有這間OK超商 它其實也叫來來超商 不論是媽媽還是來來都能讓人印象深刻 也成了大街掃上都能看見的企業 蔡奇阿明更成功抓住了消費者的心 藉由小王富民台北報導 我們在這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